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尾哥 我们今天继续来玩一下这个Q灰车手游里面的一个神秘A车 叫做神隐啊 就是长着这样的 很多次对吧 有点像推土车 哦 反正很多车的造型都长得比较像 就是有一些边边角角啊 装饰品不太一样 是吧 就是大橙色的 然后车型也是挺帅的 然后这后面尾部有个天美的那个标志啊 T米是吧 T米 然后是五个喷口啊 喷着火焰的颜色是黄色 那中间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尾哥 我们今天继续来玩一下这个Q灰车手游里面的一个神秘A车 叫做神隐啊 就是长着这样的 很多次对吧 有点像推土车 哦 反正 很多车的造型都长得比较像 就是有一些边边角角啊 装饰品不太一样 是吧 就是大橙色的 然后 车型也是挺帅的 然后这后面尾部有个天美的那个标志啊 T米是吧 T米 然后是五个喷口啊 喷着火焰的颜色是黄色 那中间大大的K米 然后中控台 对吧 还不错 然后我们去游戏里面实践一下 因为这个都 大家都知道啊 反正这基本上是由板车美化出来的 所以说性能基本上不是A车的性能 只是 板车的性能 然后套了一个美化了一下 是吧 就变成了神隐这辆车啊 我们主要是看它的特效啊 看特效 不看 因为它的特性也没出来 开起来还是挺不错的啊 因为这个玩的是小号 因为我怕大号开这样子的开美化 它会被封号 所以说只能用小号玩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加速 特别是氮气加速的那种效果 是不是特别炫了 好前面九转弯 一个加速氮气加速 看见没有 五个喷口喷出来的火焰就是不一样 挺好看的 普通的那种这种落地加速 是吧 才是有两个喷口 然后氮气加速 就是有个喷口 其实不错啊 挺好看 那我们本期就先玩到这里吧 先给大家展示到 剩下的时间就大家欣赏一下 我这个刨这个技术啊 虽然说不是很好 大家也可以多多欣赏这个 车嘛 车的特效 对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 当然 如果你想知道如何调这个 它这个神秘车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公众号 或者头条号 我跟你说 维护一下Q飞车 啊 Q飞车手游 应该就有 有一个教程教你如何调这个 隐藏 隐藏 但是 代码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暂时就先到这里吧 哇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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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那个氛熳 Fl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